致命三部曲之一 致命弱点 作者 杨恒均 第二章 《毒品惊魂》 我显得若无其事的样子,和周局长到了别,然后尽量卖着人们在五星级酒店大堂,才惯常使用的步伐,昂首挺胸的向酒店大门走去。 当我透过酒店金碧辉煌的廊柱的反射,瞥见仍站在咖啡厅的周局长,用深切的目光目送我离开时,我突然有些不安和茫然。 周局长早在喝咖啡时,已经留意到我看了三次手表。 那是在他提起给我父亲打电话之后。 虽然,我很想和周局长多待一会儿,可是今天是星期天,现在又快到晚饭时间了,我已经有三个星期,没有去过父母家了。 快步走出酒店大门,挥手叫了一辆出租车,还没等车子停稳。 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车门,跳上出租车。 告诉司机父母家的地址,我就闭目仰神。 可是脑子却一刻也没停过。 在公安局局留所的第一个星期天,我曾经想给父母打个电话,但是由于想不到,要待这么长时间,以及不愿意在公安人员面前,向父母撒谎。 另外,也无法留电话号码给父母,也就作罢了。 后来两个星期天也没有打电话。 我当时想,既然第一个星期天,父母已经接受了我没有回去吃晚饭的事实。 那么后来几个星期天,没有理由不接受。 至少当时我是这样想的。 父亲是退休中学老师,母亲是退休医生。 父亲今年都七十七了,母亲也刚刚过了七十五岁生日。 为了他们能够快快活活地度过晚年。 前几年,我把他们从湖北老家接来广州,住进我在珠江南岸买的一套两房公寓里。 我自己则搬到城北新开发区惠桥新城。 从那以后,只要是没有出差的日子。 每个星期天,我都会到父母那里去吃饭。 虽然父母,到现在还是一句白话,都听不懂。 活动范围也只是附近,几条街道,和珠江边的林荫大道。 并且没有几个认识的人,可是这里气候宜人,车水马龙,比起老家湖北乡下的冬冷夏热。 死气沉沉,父母经常是笑容满面,逢人总忘不了夸我这个儿子,又孝顺又能干。 但是毕竟岁月不饶人,在舒适的环境,再好的气候和心情,也无法让父母烦恼还童。 而更加糟糕的是,刚刚享受到好日子的父母,日益意识到他们的时日不多,伤感就越来越多地惊扰着他们。 有时我不禁想,自己到底做对了没有。 在父母晚年我才,尽我所能,让他们生活舒适开心起来,但同时也强烈地勾起了他们对生命的留恋。 于是,自然在他们的心中,就生出了对死亡的恐惧。 可是我没有办法。 我也是奋斗了这么多年,才有能力把父母接出来的。 出租车在小区门前停下,我没有零钱,拿出五十块给司机,说:"不用找了。 三步并两步地跑进大楼,跨进了电梯。 在电梯慢慢爬上十楼的时间里。 我已经考虑好了,如何说辞。 就告诉他们,出国去了。 由于时间差和国际线路繁忙,我只能在晚上六点到七点打电话给他们。 我知道这个时候,他们是一定到珠江岸边散步的。 随后,我可以假装抱怨他们,为什么不听我的电话,或给电话中的留言装置什么的。 妈妈给我开门的时候,我发现,想好的借口用不上了。 妈妈笑眯眯地看着我。 快进来! 快进来! 母亲用隆重的湖北口音,扯着嗓门喊着。 饭当当做好了。 父亲连声说,父亲是用普通话说的。 我觉得有些奇怪。 不过进入房间后,就明白了。 原来家里,还有另外一个人。 他正在厨房里,帮忙爸爸做菜。 我有些惊奇。 因为这样的情况,还是第一次出现。 爸爸,妈妈,你们都好吧。 我…… 好的很。 好的很。 妈打断我的话,冲厨房大嗓门喊道。 阿华,你出来一下,我给你介绍我的儿子。 那位叫阿华的女人,从厨房探出头来,看了我一眼,慌慌张张地抓起灶台上的毛巾,胡乱在脸上抹了一把。 我觉得有点好笑。 本来脸上还干净。 这一擦,就有些不清不楚了。 爸爸边搓手边从厨房里走出来。 他用普通话,向我介绍了阿华。 阿华是潘氏营养口服业的青春大使。 我们在阿华的介绍下,开始服用潘氏公司的返老环童营养精华液养得多星期了。 你看,我们怎么样? 父亲摆出一副姿势让我评判。 我能说什么呢?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 父亲到处收落营养品,从风黄金到人参精华,他们几乎都试过。 每一次虽然,哪怕惹父母不高兴,我也会给他们泼冷水。 不过今天,他们竟然连产品的推销员他们叫什么来着。 青春大使都带回家。 我自然不好当面说什么。 何况在我的心中,我也有些侥幸。 因为有客人在,父母好像不会追究我为什么失踪了三个多星期了。 而如果让他们知道,我被公安拘留了三个星期,我想,父母会彻底垮掉的。 可能是把我的犹豫,误认为是认真对比和思考。 父亲更加起敬了。 母亲也凑上来。 你爸爸气色不是好多了吗? 才服用了两个多星期。 父亲的气色看起来确实不错。 不过我知道,只要告诉父亲,喝下去的东西,能够延年益寿什么的。 就算是白开水,也可以让父亲立誓荣光焕发。 我附和着,连连点头。 然后我把视线转移到居警的正在桌边,刺弄碗筷的青春大使阿华。 阿华小姐,你们公司很有名气吧? 叫我阿华吧。 是的。 我们公司是使用美国刚刚研制出的配方配置DNA新陈代谢的营养品。 阿华一边那那地回答着我的问题,一边手里不停地摆放网筷。 她始终低着头,不敢看我的眼睛。 我想,她大概是不知道这对老夫妻还有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儿子吧。 不然,她一定不敢上来。 不过看着阿华很不自然局促的样子,我不禁有些同情她了。 哎,大家都只不过是混口饭吃罢了。 何必咄咄逼人呢? 何况父母才使用了两个星期,估计损失不会超过五百元。 过了今天我再找机会劝说他们不迟。 吃饭时,父母一直喋喋不休地谈论心服式的营养液的疗效。 以及一一给我细数,有多少名人吃了这种口服业后,青春焕发,老当义壮等等。 阿华一直默默地在一旁,不时微笑,偶尔谨慎地插上两句纠正父母的夸张之词。 阿华的这个举动可谓大放得体,不像一名让人一眼就识破的传销女。 这道引起了我的兴趣,我不觉多瞟了她两眼。 虽然她仍然没有擦干净脸,可是无可否认她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少父。 大约三十出头,高高的前额,饱满的脸庞。 宽松的衣服在她举手投足之间,仍然难以掩盖她玲珑浮托的身体。 特别是,她那仗鼓鼓的胸脯,和每当她背对着我弯下腰去装饭时而翘起来。 滚圆,骨沟分明的屁股,让我好几次走神。 我赶紧低下头大口吃饭。 我把这些归咎于自己在拘留所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的缘故。 吃饭期间,阿华一直回避我的目光。 可是我的眼角每一次,哪怕多么轻微地瞥见她,心中都微微地颤抖一下。 她虽然头发有些散乱,脸庞也不是很清爽。 可是我分明感觉到,来自她身上的一种妖魅。 这种妖魅,如果在平时我想,可以想办法忘掉。 可是现在,她就坐在我的对面,并且是在我待在拘留所三个多星期后出来的今天。 某种欲望和渴望,让我决定暂时不要戳穿这个传销女的骗人把戏。 或者,我也期望从美国回来后,可以再次见到她。 吃完饭后,阿华起来告辞时,我目送她到门口,竟然还多谢了她。 阿华,谢谢你向我爸妈介绍的营养业,也谢谢你照顾他们。 我近期要出趟拆到美国去。 还希望你多多照顾他们。 阿华回头看了我一眼,脸上泛起了红欲,让我感到不可思议。 这个女人应该有三十多岁了吧? 皮肤还如此白皙。 而且,竟然在我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男人,一声谢谢之下脸发红。 不过我随即又想,也许她看出了我的别有用心,那样也好。 这样的想法,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。 刚刚接触过她的眼神,我又心神不宁起来。 爸爸大概是害怕我说教。 阿华刚刚离开,她就迫不及待地开口了。 阿华是个好姑娘。 她原来在湖南长沙的国营工厂里做事。 厂子被私人购买后,她也下岗了,就只身来到广州打工,干起了传销工作。 不过,她可和一般搞传销的人不同。 她不欺骗人,只推销自己相信的产品。 我们在解放公园遇到她。 她好心介绍,我们去公司的展销会。 那场面可大了。 当时广东省卫生厅的处长都参加了。 记者来了好几十个。 凡是到场的,都享受免费吃自助餐,试用营养液。 妈妈也抢着补充道。 阿华可是个好人,怕我们看不懂说明,不知道用量。 她每天到我们家免费为我们服务。 这闺女又孝顺,又聪明,人还长得像画儿,一样漂亮。 爸爸妈妈抢着列举阿华的好处,我心里清清楚楚。 他们讲的每一条,几乎都是广州街头近日出现的标准骗子的德行。 可是我在心里默默算出,自己出差一个月,父母的损失最多不会超过两千块。 尚在我可以负担的限度之内,我决定保持沉默,不戳破这个坑人的把戏。 飞机从香港机场的起跑道上滑行,慢慢起飞的时候,我的飞行综合症,又开始折磨我了。 我双手紧紧,抓着两旁的扶手,两眼紧闭,咬紧牙关。 不一会,衣服已经汗湿了。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,感觉到机身平稳后,我缓缓地睁开眼。 看到到旁边座位上的一位男士,嘴角还残留着一丝讥讽。 我也没有办法。 我想,如果在接下来的十二个小时旅途中有机会的话,我会向他解释的。 务必让他知道,我其实一点也不怕死。 飞行恐惧症,是一种病。 即使是旅途中萍水相逢的陌生人,我也不愿意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。 想起以前经常要飞来飞去的日子。 这种被西方人称为飞行恐惧症的病,简直把我折磨得够呛。 也让我在很多陌生的旅客面前尊严扫地。 后来,在美国经过朋友的介绍,我去看医生,想搞清原因,也是希望有什么镇静剂安眠药之类的特效药,可以让我登上飞机,以后就心静如水,或者呼呼大睡。 结果医生告诉我,飞行恐惧症虽然是病症,但却不是他们医治的范围。 后来我被推荐去看纽约有名的心理医生。 心理医生的收费,是按照分钟计算的,收费的标准和方法,和我们广州的三陪女服务大同小异。 只是按摩小姐们,是靠自己的小手,和身体的其他部位,把你整个身体抚摸一遍。 最后,如果价钱合理的话,还会让你把身体污浊的东西排泄出来,达到身心舒坦。 而心理医生,则是靠语言和他们的眼睛,把你的灵魂挨个清理一遍。 最后如果成功的话,把一直隐藏在你灵魂深处的阴暗扫除掉,让你心情轻松。 当然,纽约的心理医生收费,比广州的按摩女收费要贵很多。 加上我在她那里没有病例,第一次需要全套服务,也就是要从我出生开始,一直问到我长大成人。 现在回想起来,当时的感觉和在广州公安局的感受,颇有相似之处。 和在公安局情况有所不同的是,在公安局,我可以不急不忙,时间站在我这一边,可是看心理医生就不同。 我得尽快,连想都不想地回答心理医生故意慢吞吞地提问,一边不时偷看墙上的挂钟。 后来证明,我的焦虑是对的。 我收到的账单表明,那天在心理医生诊所的三个小时,平均每分钟,花费了我三美元。 记得那次,在我回答了,诸如小时候最喜欢什么,憎恨什么,希望什么等几十个问题后,我向医生慎重生命,我不怕死。 并且,我告诉心理医生,我早知道,摩托车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交通工具,飞机则是最安全的这样一个事实。 我还告诉他,我每天骑摩托车上班,常常超速,有时连警察都追不上我。 我只是想知道,像我这样一个不怕死的人,怎么会一上飞机,就要死要活得冷汗直流。 那个长着一双蓝色眼睛的白人心理医生,好几次在我陈述中戴上眼镜,又取下来,仿佛想穿过不同的镜片角度,来透视我的内心。 最后他说,你说你无欲无求,自己没有什么私有财产,银行里没有几个存款,生活中没有朝思暮想的女人,心里没有什么让你死不瞑目的旧仇心恨要了结,或者也没什么远大的理想要去实现。 可是这些,都不能说明你就不怕死。 你说,你不怕死,只能说明你,从来没有机会去认真思考死。 因为在你的生活中,没有多少生死存亡的情景。 反而坐飞机,才是你唯一思考死亡的时候,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。 你觉得,乘坐飞机,是你生活中最接近死亡的时刻,对不对? 心里一声的结论,慢慢地从他口中吐出来。 仿佛每一个字都需要着凉,只说得我浑身冒汗。 我是担心他的结论拉得太长,让我这个月的伙食费受到影响。 而他肯定误会了我,以为是说到点子上了。 就对自己的结论,更加有自信,更加滔滔不绝。 他接着一边欣赏着我的浑身不自在。 如坐针殿,冷汗直冒。 一边悠扬地深刻地剖析着我的灵魂。 这说明,实际上你的内心深处,对死亡极其恐惧。 这种恐惧,之所以只有在乘坐飞机时才暴露出来。 说明你这个人,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。 你不但计划自己的生,也会在适当时候计划自己的死。 所以,你对意外死亡特别忌惑。 而乘坐飞机出世,是所有意外死亡中最让人意外的。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,你这个人责任心很重。 以你的年纪看,你还没有闲钱和闲时间,乘坐飞机到处游玩。 所以,你每次乘坐飞机,都是为公司出差,或者去完成什么任务。 于是有种潜意识作怪,让你不甘心,在为完成任务前摔死。 心理医生还扯淡了很多,我都不知可否。 只记得他的结论是清楚明白的。 那就是,我灵魂深处对死亡充满了恐惧。 接下来,他话锋一转。 开始鼓励我,勇敢地去面对死亡。 思考死亡。 他说,只有伟大的人才去思考死亡。 世间的云云众生,都糊里糊涂地以为,人世间生主宰着一切。 而死只不过是瞬间的结束,其实是大不然的。 死亡不但是一切生的结束,也是一切生的开始。 而且从生到死,死亡主宰着一切。 医生耐心地看着我的眼睛说,你思考一下吧。 人类正是因为害怕绝肿,害怕彻底灭亡。 这样生命才不停地诞生出来。 诞生下来的小生命,是如此脆弱娇柔。 而且从诞生到死亡,整个生命的过程中,充满着为了逃避死亡,而不停与饥饿、疾病灾难所作的斗争。 人类社会建立国家,设立法律不也都是害怕死亡的结果。 你再设想一下,如果没有死亡的威胁,无论是现代医学,还是现在的各门科学技术,都根本不会诞生。 更加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程度。 没有死亡阴影的压迫,人类一定懒惰无知,与一头猪无异。 并且还会日益退化。 就连文学和哲学,也都产生于人类对死亡的思索。 这些,你都可以从回顾一下古往近来的大哲学家们,如何从思考死亡,开始像我们披露生的奥秘这样的事实,就知道了。 大概是看到我脸上显露出来的,有点跟不上他的思路的表情。 医生停了下来,叹了口气。 这样吧,我们不要扯远了,就以你自己为例子。 他喝了口咖啡,问我。 告诉我。 当你在空中紧张的大汗淋淋的时候,你在想什么? 我认真想了想。 那是我的想法还很多。 但主要的就是这样一些问题。 我怎么会死在这里? 我还有好多数没有看。 好多事情做了一半,或者根本没有开始做。 还有好多朋友,想联系。 可是还没有时间联系。 还有还有,临出门时,我也没有向父母和哥哥姐姐交代一下。 你看这些还不够吗? 我不能死呀。 对了,就是这种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死亡。 自己不能死去的想法,让你害怕死亡,同时让你思考起来。 我敢肯定,这是你唯一思考死亡的时候。 现在请你再告诉我,在你经过了一次要生要死,提心吊胆的空中煎熬后,当飞机每次有多意外地平安到达机场,也就是你知道你还活着时。 你又想什么呢? 我又想了想。 告诉医生,每一次飞机降落,都让我有获得重生的感觉。 我仿佛换了一个人,接下来的日子我,却会忙于制定人生计划,积极规划未来的生活。 当然,这样的干净维持不了很久。 不到一两个月,我又便回了原来的我。 这我理解。 心里一声面带微笑。 你大概现在也明白了我的意思吧。 正是因为在飞机上,你对死亡的恐惧,让你思考成的价值。 于是你想起了自己浪费的生命。 想起了自己本来应该利用生命去完成的事情,却迟迟没有完成。 于是,你好像换了一个人。 你再想一下,如果你可以不用靠坐飞机就能够时常思考死亡的话,你的生活一定会更加丰富多彩。 你也一定会提早实现自己目前仍然在幻想的目标。 我说的对吗? 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心理医生。 现在想起来,我仍然无法完全接受这样的事实。 那就是,我的灵魂深处,非常怕死。 而且这个成为,我得飞行恐惧症的病因。 虽说医生的解释,并没有让我的飞行恐惧症减轻。 但我得承认,医生话语中,关于生死的哲学论述,让我获益匪浅。 我很欣慰,接下来飞机在太平洋黑漆漆的上空飞行的异常平稳。 我也借上厕所,请旁边的那位乘客,给我让到的机会,和他搭上了话。 并且不失时机地,向他传播了现在医学的新发现。 特别是,关于乘坐飞机时感觉恐惧,是病而不是怕死表现的现代西方医学。 他很惊奇地看着我,装出一副恍然大悟,并且很同情我的样子。 然而,我的心情并没有完全放松下来。 在交谈当中,我知道他才四十出头,已经在东莞和深圳有两间加工厂了。 他在几年前,把老婆和两个孩子送到美国洛杉矶定居。 之后,他几乎每个月都要飞美国一趟。 这次飞去,据他说是,为了换一间大典的洋房。 小孩子都快十岁了,需要有自己的空间,不但要有自己的睡房,还要有自己的游戏室,书房和活动间。 他边摇头边告诉我,原来的六房都不够分配了。 这次我是下了决心,买个大典的别墅。 在洛杉矶,要花费两百多万美金。 说到这里,他皱了皱眉头,不过随即又想通了的样子。 好在生意还过得去,只要把开第三间加工厂的计划,推斥一段时间就可以了。 我似笑非笑地听着他的讲述,心中却并不平静。 我一会儿,计算着自己这次出差,如何可以更好的节约下周局长给的那一丁点补助。 一会儿,又想着两百万美金的房子,是什么样的。 环顾前后左右的乘客,虽然都是在经济舱,并且几乎都其貌不扬。 可是一想到这里很多人都和这位两场之主的小老板,不相上下。 经济成功,有家有市。 我突然觉得,苦苦思考生死大事,实在有些无聊。 这样漫无边际地想着想着,飞机已经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徐徐降落。 虽然我清楚知道,百分之四十的飞机出事,都是发生在飞机降落的时候。 不过这次我不但没有出冷汗。 而且一整夜都没有好好睡觉的我,精神饱满地走下了飞机。 我闭上眼睛,深深做了几次深呼吸。 不错。 我吸进的是美国的味道。 正如每个人有自己的味道一样,每个国家也有其独特的味道。 如果说,一个人的味道,主要集中在夜窝里的话。 那么一个国家的味道,就是集中在他的国际机场里。 这并不是说,那里的味道就特别重。 而是那是你刚刚抵达,踏进这个国土的第一步,可以鲜明地感觉到不同气息的地方。 我故意放慢了脚步。 让这种我,始终无法描述的美国味道,深深地进入我的脑子里。 十二个小时的飞行中,我除了聊天,就是自己想一些深奥的哲理。 总不让自己的脑子在太平洋八千尺的高空上闲下来。 所以,这一刻当我的身体落在地球这一边的美国国土时,我的脑袋仍然还是留在中国。 我需要这段从走下飞机到海关闸口的时间来把大脑转换过来,至少让我的大脑适应这里的气味。 何况我知道,无论是海关还是移民局都会对夹杂在中间的旅客检查较松。 在移民局里,黑人移民官把我从头到脚认真地看了一遍,似乎对我回来母校看看。 顺便把毕业文凭拿到手的理由并不满意。 不过在一阵敲击键盘的声音之后,我还是过了这一关。 在行李处,提起自己的小箱子,向海关走去。 大概是在移民官那里时间久了的缘故,我的心情有些紧张。 请打开你的箱子。 这次是个白人官员。 我把箱子打开。 白人官员小心翼翼地,用戴着白手套的手,在里面翻查。 当他把手伸进里面的时候,我突然注意到他的表情有异。 随后他把手拿出来,故作镇静地看着我。 我注意到,他的手已经触及了柜台下的红色按钮。 果然,两个站在过道两旁的武装官员,立即从左右向这边急速靠拢过来。 大概是由于我的两只手,都在他们眼睛看得见的地方吧。 所以他们只是把手放在配枪上。 不过那表情就很严峻。 旁边的旅客,显然比我还紧张。 我在被带进海关小房间时,瞥见那位刚才和我坐在一起的两场之主,目瞪口呆地盯着我。 接着又显出一副再次恍然大悟的夸张表情。 在海关的小房间里,其他的官员都纷纷地让开。 那两位武装官员,在我左右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,拉开架式站定。 那位首先打开,我箱子的官员,会和另外一位,看起来比他级别高。 惊艳老道的官员,开始一件件拿出我的行李。 我想。 还好。 再多省,我都会在出差时,买上两三条新内裤带着。 否则,被外国人检查出来,内裤上有污迹。 比查处有毒品,还让我丢人。 在他们两个一件件小心翼翼,拿出我花了一个小时才收拾好的箱子时,一位西装便衣,悄悄走进来。 我想,这一定是FBI的常驻机场代表了。 我松了口气。 这时,我突然感觉到,左右两次的标形大汉,浑身一抽。 才注意到,开箱子的一位官员,正用两个手指,从箱子底,缓缓拿出一个透明塑料袋装着的白粉状物品。 我随即注意到那FBI,也神情紧张起来。 我左右的两位武装官员,也不自觉地向我挪静了一点。 这是什么? 那个官员,一边用锐利的蓝眼睛看着我,一边拿起旁边准备好的小刀,轻轻戳破塑料袋,用刀尖粘了一点。 然后小心地举起来,伸出他舌苔很厚的舌头舔了一下。 毒品! 纯度还很高。 他放下手来,假装轻松的样子。 先生! 我想! 长官! 我想在你想之前先听我解释一句。 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他。 那是洗衣粉。 味道和高纯度加料的海洛因差不多。 那个官员挣了一会,求助地看了一眼旁边的西装。 西装走过来,也试了一试。 显然他也拿不定主意。 西装和两位海官的官员退到旁边的另一间小房间里。 我左右的两位武装官员示意我坐下,然后一左一右地坐在我旁边。 不知道是他们两位中哪一位身上发出的味道,让我坐立不安起来。 过了几分钟,三人出来了。 其中一位解释说,需要做进一步的化验。 于是,FBI和另外一位拿着我的洗衣粉离开了。 剩下的年资较长的官员拿了张椅子坐在我的对面,问了我一些简单的问题。 他最感兴趣的,是我为什么要带洗衣粉。 我说,这和我带几包方便面一样。 为了方便,也为了省钱。 他又追问,为什么把洗衣粉的袋子换掉。 我解释,中国洗衣粉袋子不牢固,不适合出差袋。 于是我把他们装进牢固塑料袋子里。 何况,我也用不完一整包。 最后他没有再问,就去旁边处理其他的事情。 不过,我左右两个官员仍然忠于直守地守着我。 折腾了足足有四十分钟,他们才在一声声抱歉耽误了我的时间的道歉声后,让我离开。 一出关口,远远地就看见老同学王小海,在那里瞧手一盼。 他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,站在禁区黄线上。 那样子,让我有些感动。 我的朋友不多,在异国他乡的地方,只要有大学的老同学,我总是先和他们联系。 毕业十几年了,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盼望有机会相聚。 这种想见见老同学的愿望,一般在大学毕业十年后最为强烈。 其原因不难理解。 光阴似箭,岁月如飞。 你身边的东西,和你自己,都在潜移默化的不停改变。 可是由于你,每天照镜子。 你无法知道,你和十年前的自己到底,有什么不同。 于是你,突然想见一个老同学。 见面后,通常有两种情况。 老同学保养良好。 基本棱角没什么变化。 于是你说,你还是那么年轻,一点没有变化。 另外一种情况,是那本来熟悉的老同学今以面貌全非。 于是在暗暗心惊之下。 你说,哎呀,变得成熟多了。 可是,无论见面时出现上面哪一种情景。 你心里都想的是,自己的变与不变,在老同学看来,又是怎么想的。 王小海站在那里的样子,此时此刻就给我这样的想法。 他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,来到美国的。 此后在我们同学的通信中,消失了好几年时间。 后来据说拿到美国绿卡后,又开始和同学们联系起来。 他个子不高,戴着一副眼镜,文质彬彬的样子。 当然,那是十几年前在学校的印象。 此时向我走过来的王小海,则怎么看,怎么都显得有些粗糙。 他看起来,好像有五十岁了。 也许是机场光线的问题。 我从哪个角度,都觉得他有些驼背。 我们没有拥抱。 两人一边握手,一边盯着对方的脸,细心端详。 大家都从对方的眼里,看到了内心的激动和感慨。 接着大家都爽快地笑起来。 坐在小海刚刚买的二手本田雅阁向家走的路上。 小海告诉我他出来,这些年的经历,满嘴牢骚,满口怨言。 让我这个老同学特别感动。 一般来说,那些出国的人,特别是得到绿卡拿到身份的,在接待我们这些国内出来的老同学时,经常都强颜欢笑。 处处要胜人一筹的样子。 小海不是这样,他一路抱怨,先是从自己出来晚了两年,错过了六四,绿卡开始。 一直到选择学习政治专业,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工作,最后只好到餐馆打工。 好不容易靠伪造材料,获得了绿卡,也辛辛苦苦积攒了一点钱,才发现自己已经老大不小了。 当有时间和心情,开始接触国内出来的老同学老朋友的时候,却发现原来出来的无论是老同学也好,老朋友也好,一个个看起来都活得比自己滋润,心里不知道有多别扭。 随即小海严肃地问我,国内这些年,发展真那么快吗? 有钱人真那么多?怎么和国家的统计数字,有些不相符呀? 他说自己刚刚买了一栋小公寓,付了五万美金的首期,另外二十五万要二十年付清。 所以,他真没有心情,自己回大陆去搞清楚。 他希望我这个老同学,可以帮他解答这个问题。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,其实你已经有车有房了,虽然房子只付了五万美金,可是那在国内也不是个小数字啊。 何况你能在这里,见到的老同学老朋友,都是混得不错的。 哈! 你老兄,想必混得也可以吧。 小海笑起来。 你这次来,不光是为了拿毕业文凭吧? 仅仅那样的话,让学校邮寄给你不就得了? 还有什么任务吧? 什么任务?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已经离开国家单位了? 我这次来也是,有点怀旧。 想看看,九百一十一后的纽约,还是不是那个样子。 另外,我也想见一见郭清清,如果可以,还要到华盛顿去见见刘明伟。 真奇怪。 你和郭清清这么多年分分合合,都在纽约的时候,大家不来往。 现在分手都好几年了,又千里迢迢地过来探望,看起来你还挺念旧的。 小海表情突然变得有些落寞。 开了一会车,叹了一口气道,我们老同学在这里的,总共没有几个,海鹏还回去了。 你也回去了,一个班四十人,现在在这里的才三个。 你看我又混得这样子不成气。 你看人家理工科专业的,我们那一届每一班,至少有二十人在美国。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,有些理工科专业,如果开同学会。 在美国的,要比在中国的多很多。 哪像我们,在这里孤单单的,就那么几个人。 都是我们选择学习什么狗屁政治,和国际关系的原因。 毕业出来,完全用不上。 他停了一下,喃喃地说,当然也不是完全用不上。 主要是看你愿不愿意把以前所缺的全部忘掉。 听说刘明伟在华盛顿就干得不错。 从机场到小海的新家,足足两个多小时的车程。 一路上,我们一会高声大笑。 一会沉默不语。 显然老同学见面,大家都很放松。 我顺手按了一下车子上的音响开关,结果此家里没有磁带。 这让我想起来小海,托我从国内,带来的音乐磁带。 我打开包,把磁带拿出来。 算是我给小海的礼物。 这些磁带,大多是七八十年代流行在中国的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,和抒情歌曲。 从《红太阳》系列到《草原之歌》,从《北京的金山上》到《翻身奴儿》把歌唱。 最新的一盘也是八十年代底,流行在北大校园的校园歌曲。 我想找一盘塞进去,就在那翻找起来。 你大概早就不喜欢这些歌曲了吧。 小海看我好像找不出什么好听的。 我说我无所谓,只是觉得这些歌曲都太老了,大学毕业后的,几乎都找不到。 不过,我也马上意识到,大学以后有些什么新歌,我也叫不出名字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,就是对现在流行的歌曲,提不起尽头。 小海说,对于以前小孩子和大学时代的歌曲,却百听不厌。 你这样一说,我也有同感。 我原来以为,那是因为大学后自己对歌曲和音乐不再感兴趣的缘故呢。 现在想想,大学毕业后这十几年,我都无法说出一首流行歌曲的名字。 我觉得,老一辈中国人,就那么几首歌曲,就哼唱了一辈子。 我们那时算是多了一些了,可你看现在,每天都有新歌曲和新人冒出来,每个星期的流行排行榜都不同。 现在几乎每个人每个不同的心情,都有一首相应的流行歌曲。 你有点烦,于是就有了今天有点烦。 你失恋了。 至少有几百首歌曲,可以配合你的心情,让你仿佛觉得,那歌曲是专为你而写的。 如果你得意洋洋,或者喝了点小酒,那些形容你在天上飞来飞去。 飘来荡去的歌,就更加比雪花还多。 那么多流行歌曲,都是配合你的心情而写的。 也就是让你悲伤的时候更加悲伤,快乐的时候更加快乐。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。 哪像我们那时的歌曲,虽然品种不多,可是每一首听来,都让你热血沸腾,急急向上。 小海兴奋地说。 我笑着点点头,随便抽出一盘袋子,放进二手车老舅的音响里。 我想任何老同学见面,都还有另外一个好处。 就是大家都不会认为自己过时过气了。 接下来的时间,我们一边欣赏大学时都会唱的歌曲,一边大声地说着,笑着。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,向王小海的家奔去。 注意,观看。